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在海南岛的第一大城市 海口市的长流镇 这里实际上是海口新开发的区域啊 据说将来的市中心是要往这边靠拢的 因为海口的市政府已经是率先迁移此地了嘛 它这边区域的大的硬设施可以说是已经相当成熟了 比如像海口火车站以及琼州海峡的渡轮码头 就在方圆的五公里范围之内 包括这里的道路规划的也是非常成熟了 而且道路两边还预留了很大的一部分 可以将来继续扩宽 来过海南岛的朋友都知道啊 海口的老城区那片的交通拥挤 道路狭窄是远远满足不了现在人民的出行 天天塞车惨不忍睹 如果是重新规划那片老城区的话 那得需要花费很大一笔钱啊 包括增地啊 拆先款赔偿是吧 开发这里呢 则不需要那么大的一笔资金 这块地可以说是我在海口见过规划最好的区啊 周围的小区都是以中高端以上居多啊 比我们常见那些小区好好多了 这条是长宾路 长宾大道 然后海口的市政府就在后方那里 大概1000米左右吧 对面那边是远大购物中心 是一个大型的商城加隐城啊 在这里居住很多都是东北三省的朋友 因为我刚才在附近一带走了一遍 发现周边的停车场的车牌都是以极黑辽至三省的车牌占多数啊 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东北的有钱人真是太多啊 因为海南岛的房价虽然没有像北上广深那么高 但是也是让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 这周围的房价都在2万到3万一平方米左右吧 一套算下来的话也要个好几百万 我们都知道海南的物价高工资低 海南岛的本岛居民呢很少是有多余的钱能买得起这些商品房的 很多都是居住在一些简陋的自建房或者是公租房 所以在这里附近一带买房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来候鸟的人士 冬季时节在这里的街面上就能看到很多人影 但是夏天呢就空空如也的 因为冬季嘛海南岛的气候余人 哪怕是在寒冬的十二纳月这里也不会太冷 偶尔的时候还能穿件短袖衣服 这也是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北方的朋友来这里候鸟 来年三月又返回自己的家乡 所以给人感觉像一座空城的 这条道路呢是长宾路 这边是长宾市路啊 嘿这就有御师啊 在这城市居然可能看到山羊啊 山羊吃绿化里面的草啊 这羊是哪里来的呢 太有御师了 在城市里面居然能看到山羊啊 不知道是谁家的山羊啊 现在这里附近一带全部都是工地啊 一幢幢的高楼大厦 正在结起 这些都是小区楼 还是挺高端的啊 独立大阳台 一个地方规划的好不好 不是靠嘴来吹嘘的 今天我们就用视频来说实话 待会我从这里一直走到街的对面 这边是盲道人行道 然后一条绿化带 这条是一条三米宽的飞机动车道 然后到了一条是四米宽的绿化带 然后到这边是城市的主干道 是一条二四一 是双向实车道啊 看一下这边 然后主干道中间又有一条大约一米五宽的绿化带 五车道 然后有一条公交车的专用道 到了这边是绿化带 飞机动车道 然后是绿化带 加上盲道 加上人行道 这条是长宾路 实际上它这一片区域的城市 主干道已经是规划的非常的好 而且两边也已经预留了非常大的空间 将来还可以把道路扩宽 它这里距离黄金海岸的海滩啊 大约就两公里左右 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公园广场 都是一些东北大叔大妈在跳广场舞啊 一般在海南岛这里看到跳广场舞的90%以上都是东北的这些大叔大妈阿姨啊之类的 打太极啊看到没有前方这里都是啊 从我的角度来看一个成熟的社区最起码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第一当然是菜市场嘛 这也是生活必须的 第二呢是需要一家大型的医院以及一些学校超市等等 可以的话外加一座公园那就是更好的事了 这样才能把人吸引过来是吧 不是说一味的建多少高楼就行了 大家觉得呢 这里是海南岛的海口长流 也被誉为东北的小城啊 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